一定有印象就是从921大地震到日本的311大震 每次重大的灾难都能看到慈激志工募款的身影 但是这些捐款的用途到底用去哪里了呢 因为慈激官网的明细相当的不透明 现在引发外界质疑 921大地震民众的爱心涌入灾区 慈激募款上百亿 海啸无情肆虐311大地震重创日本 也是慈激募款22亿 但这些募来的善款到底用在哪 进入慈激的官网年度财务收支报告 整整写了好几页 但真正的收支细项只有在最后一页 以民国102年为例 福利社区收入19.9亿 收入总共98.3亿 透明度不足 现在慈激不公开 对于捐款者来讲 我必须要说那是基于一个完全的信任 但这个完全的信任是没有任何数据跟理性 可以来做评估 至少在他公布相关的资料之前 我不会捐款给自己 就连政大地震西教授许世荣也在脸书批评 此机的收入及支出报告 竟然连一页都不到 而且也没有会计师的签证 怎么会如此 不过公开花 大家不知道捐这个钱 他到底跑哪里去啊 对比其他国内社福团体 一店的基金会网站一查询 就连某某某捐了500元都清清楚楚 阳光基金会只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字号 就能够查询明细 看他们的大智慧 因为公开不见得是不好 但不公开看起来不漂亮 在比较社福团体的财报 慈记一年公布一次 惠名盲校三个月一次 用途只有慈记不清楚 会计师签证也只有慈记和惠名没有 对此慈记回应与其他NGO一样 遵循主管机关的规定 接受监督与公布 有信任感吗 爆发这么多事情 应该不是不算高 民众对慈记的信任度打折 能不能再汇集更多人的支持 考验慈记够不够公开透明 东森台经新闻综合报道